議員幫我們講一下就是說,現在許淑華就說您是要來選立委,不是要來選狗仔 好像就批評說您是狗仔,因為您有握遊這個毀滅性的證據,那您怎麼看 我覺得他這是呢,一招被蛇咬 所以看自己心裡怕狗仔的時候,現在天天看別人都是狗仔 那我當然不是狗仔啊,我所提出的到時候會提出的是 跟公共事務有關係的 而且呢是跟作為一個議員,作為一個立委,適不適任有關係的 包括文字,然後這個圖片跟影片都會有 所以因為我現在也不知道到時候民進黨現在有兩位嘛 一位是許淑華,一位是洪建議,他們都有登記參選 那我不知道是哪一位會出現 所以我也沒有想要特定的去幫某一位候選人 所以我想應該是要等到他們出現之後 那再來看看我的這個精彩的相簿裡面有什麼樣的內容 可是可以跟大家保證,不是心山色,也不是狗仔 完全就是跟公共事務相關的 那許淑華他沒有做好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那當然就應該要被公眾做檢驗 那我身為國民黨的這個信義南松山的立法委員初選的候選人 那我的主要目標呢也坦白跟大家說 就是賴清德跟許淑華 那也因為就是許淑華,議員有說你是惡女,還說你網路霸凌 那你怎麼看 呃我想這個,如果今天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那被大家評論在工作表現上面有問題 就算是霸凌的話 那會不會太過於玻璃心了呢 這個若要人不知除非即莫為 我要把這句話送給許淑華 當你每天在跟選民朋友說我很認真工作的時候 你到底認不認真 我覺得到時候我會提出很多的證據來向大家證明這件事 我也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一個在台南當市長選舉 打到呢只差3%就能夠贏的 他不值得一個不分區嗎 台南不值得一個好立委嗎 像我看今天龍介仙他的臉書有發文 就是寫到說他是不是要去問中正萬華選立委 中正萬華選立委 那我是覺得我都尊重 我都尊重 那如果他願意選的話 我覺得那也很好 而且我覺得他一定會選上 可是我也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一個在台南當市長選舉 打到呢只差3%就能夠贏的 他不值得一個不分區嗎 台南不值得一個好立委嗎 所以我覺得把他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是 把他列進去到不分區名單裡面 讓台南有一個立法委員 然後這才是 然後呢在這整個選戰的過程當中 讓謝龍介有足夠的火力支援在 北部去針對賴清德 現在在競選總統這件事情去進行炮擊 可能是能夠拉抬整體藍軍氣勢的一個方式 那艾莉莎過說為什麼是台南不分區 是因為他其實這次只殺3%就選上了 坦白說呢他再選一次 你看民進黨在台南做成這樣子 台南真的能夠翻轉 台南真的能夠翻轉 那你要謝龍介去中正萬華選 我覺得謝龍介能夠選得上 但是會很辛苦 那我覺得他在2022年 他該辛苦的不是已經過完了嗎 那為什麼不是直接讓所有的 國民黨藍軍的政治人物知道 如果你有像龍介先有那個God 如果你像他這麼厲害 你能夠拼一個台南議委 拼到雖敗猶榮 那黨會看到 黨會給你鼓勵 那黨會讓你再一次能夠有展現你自我常才的機會 論功行上我覺得是在一個組織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條件 表現得好的人他應該要被看到 那表現得好的人應該要被鼓勵 讓其他的人都知道要在這個體系裡面應該要怎麼做 所以我覺得謝龍介他一定要進到不分區的名單 那當然如果他自己願意去選區域立委 甚至到其他選區選的話 我覺得我也會全力支持 我並不會去反對什麼的 我覺得那不是我該去反對的事情 那不是我該去反對的事 然後呢 最近還有幾個相關的新聞 再來一個新聞就是 我們上一次有討論過 就是林長佐 林長佐 我看到一個很好的留言 李幽晃說 為什麼一定要把戰將丟來丟去 強哥不就是血淋淋的意思嗎 這個事情我真的很蠻不爽的 我要跟大家講 每一個人都把 覺得戰將呢 比如說像是好羅志強好了 就說那你去艱困選區 那你就知道擺明他選不贏的地方 然後呢 你讓他去 然後他選輸了之後 然後呢 他就英雄無用武之敵 然後呢 比較弱的人 要去選好選的選區 他就知道 他本來就已經比較弱 他還選好選選區 他當然就可以更隨便 所以這就會變成一個 負面的循環 讓你應該就是要讓戰將 就像是 你這個考試的時候 你難道能夠讓成績差 先選志願嗎 不會這樣子吧 你正常在考試的時候 你一定是考第一名的 先挑志願啊 第二名再順著順去去挑嘛 那在一個政黨裡面 一個企業裡面也是一樣啊 表現最好的人家 有優先選擇權啊 他當然可能會去選 說比較好選去 好選的選區 讓他能夠持續的耕耘嘛 那怎麼會變成是說 好像 如果你是 比較差的 然後就 好的給你選 比較有關係可以靠的 好的給你選 那像強哥這種 像龍介這種 永遠都是給他難選的 那謝龍介 他本來就在比較艱困的選區 沒有錯 可是我們還有 不分區的制度啊 都忘了嗎 大家都忘了嗎 不分區的制度 就是要讓戰將 當他在艱困選區 他沒有辦法出頭的時候 有讓他有表現的機會 坦白說如果2020年的 不分區名單 謝龍介在安全名單裡面 他這次挑戰立委 他已經當選了 你叫一個議員去挑戰市長 他本來就是難如登天 結果他只差三個百分點耶 所以那時候為什麼我在 凱翔的直播裡面 我在哭 我就覺得就只有3%而已 如果我們每一個人 再多幫他一點 我甚至就想 如果當時 我有他當時打的那些議題 就整個台南的議題 我有幫他轉發 然後我有評論嘛 我那時候就想 如果我再多講一些 比如說陳凱玲的事情 我再多了解一點 台南的議題 再多幫他講一點 差三個百分點 是不是 我們大家一起幫他 把三個百分點推上去 台南就變天了 所以 我因為我認為 像謝龍介這樣子的戰將 應該要被論功欣賞 上一次2020年 如果能夠做的話 我坦白說他現在可能已經是 台南市的市長了 因為他就是從這個 一個立委的身份 然後去挑戰市長 你會把尤其他人的 在上方 你會看 你會看 如果你會看 你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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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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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